好,那么这些你都知道之后啊,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带大家去搭建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框架啊,把我们这个项目里面东西先弄出来啊,然后呢,在这边,在这里面开始呢,去创建我们这个Jungle的项目啊,CD点点回到这个下面,我们就在这下面建一个啊,建一个项目,叫做Jungle Admin Start Project啊,它就叫做Daily Fresh啊,我就叫Daily Fresh,OK,在这里面建完之后,然后呢,CD进入我们的 Daily Fresh啊,进入这个项目的目录,里面呢,就这些东西,那我们刚刚给大家分析我们这个项目模块里面的时候,我说项目模块呢,分为这么几个,对吧,用户,商品,购物车和订单,那么在我们江湖里面,一个模块呢,就使用一个应用呢,来实现啊,所以在这边,我们需要呢,用户模块一个应用,商品模块一个应用,购物车一个应用,订单一个应用啊,就在这里面,建四个应用啊,Python,Manager.pn,Start, Python,App,我觉得User啊,代表用户模块,然后呢,再来一个,商品,故事,再来一个,哎,这个,购物车,哎,就这个,Python,好,订单,Oder,Oder,OK啊,然后呢,在这里面,LS,这边就有四个应用了,对不对,哎,四个应用我们都建出来啊,建完之后呢,下面我们就开始呢,去做一些必要的配置啊, 我就在这边,把我们的这个东西呢,把它打开,Open啊,找到这个,Daddy Flash,哎,就它啊,把它打开,好,打开完之后呢,看到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四个应用,对吧,四个应用里面呢,那你要注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项目开发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啊, 这些应用比较多的话,我们通常会单独的在这个项目目录下方,新建一个,哎,Python Package啊,新建一个Python Package,哎,你在这里面,新建一个它之后,然后呢,我们叫做App,S啊,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应用呢,都放到这个目录下方,把它拿到这个,下面啊,把它拿到下面啊,然后呢,把它呢,也拿到这个下面啊,直接都拉到这个下面来,然后呢,这个,cut, ود啊,把这四个都拉过来,OK啊,那么,你拉过来之后,对吧,我们的应用都在这下方了,那你在这里面注册的时候,你注意啊,这里面呢,就会不一样了啊,它就应该写的是这个,Apps. ordered,对吧,那么这边呢,就应该写的是这个,Apps.guose,然后在这里面呢,是Apps.cut, 还有这个apps.order 同样的地方 你注意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 在你进行这个配置的时候 你还是得写上这个东西啊 UIL 比如说R上件公号 然后呢写上一个 我要比如说 我要配置这个用户的 我就以user呢进行开头 后面的去包含这个用户的里面 我写的这个东西呢 你注意啊 你还是要写上这个apps.url us.urls 因为你现在多了一层 你注意啊 多了一层 多了一层apps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写 但是呢 在这边我们给大家提供一种方法 就是我还是想按照我之前这样写 注册应用的时候 我就写一个user 包含应用的url的时候呢 我就写一个urls user.urls 这个怎么做啊 那么这个东西 为什么需要这样写的 你注意啊 他去找你注册应用的时候呢 他设计到他的一个搜索的一个路径的顺序啊 他设计到他搜索的一个路径 所以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目录呢 是在这个搜索路径里面的 所以你要写这个apps.urls 他就可以搜索到你这个应用 那么假如说我们还要按照之前的这样来写的话 你就必须把这个apps呢 把它加入到这个搜索路径里面 那么这一步怎么做啊 在上面我们可以呢去导入一个类 import svs 然后svs里面 svs里面的这个pass 里面呢我要给他加入一个东西 insert啊 insert 我可以给他加一个东西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我要加在第0个位置 加的是谁 我就应该加这个目录啊 加这个目录 加完之后呢 这个目录呢 我要拼出来 去呢就base dir跟这个apps呢 一拼对吧 os.pass.d join 然后呢写上base dir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一个apps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说一句啊 之前有同学问 老师这个base dir到底是啥啊 那么这个base dir到底是啥 你 你这个项目在哪 base dir就是哪个绝对 路律啊 你项目在哪个目录下方 你pwd 你看到那个绝对路律 就是这个base dir啊 base dir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 这个绝对路律跟他一拼 是不是就这个路律 对吧 那么之后的话啊 你写的时候 你就正常这样写 直接写一个yuda 写一个goes啊 然后呢写一个cut 写cut啊 这边呢 再来一个order啊 再来一个order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写上一个用户模块 然后呢 这里面是这个商品模块啊 商品模块 商品模块 好 下面呢 这个是购物车模块啊 购物车模块 好 这里面是这个订单模块啊 好 那么这里面你注意这边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变颜色 对吧 这一步啊 它不是错啊 它不是错啊 这个变颜色是因为 PureCharm 它找不到这个东西啊 PureCharm 它并不知道有这个环境变量啊 这个东西呢 是只有运行出来之后呢 它才有的啊 它才有的 那么这个爆黄呢 是PureCharm给你爆的啊 你这个代码跑起来之后 它不会有错误啊 不会有错误 OK啊 这它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正常的啊 去做一些配置啊 在这里面我们新建一个 Timeplace啊 Timeplace 在这里面 把这些必要的配置呢 先给它配置好啊 有os.pass.jone base.tr template 然后呢 这里面再往下 数据库 对吧 那么这个数据库呢 还是我们的MySQL啊 MySQL之后啊 这里面 有一个 daily fresh啊 有一个dailyfresh 那么 然后呢 这里面 user呢 还是我的这个root啊 这个数据库呢 就在我们的 ObanTool上面啊 这个pass word啊 这里面呢 也是一个root 好这个house的172.16.179.130 然后port 33.06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直接改掉 好 那么 好 那么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把这个顺便啊 我把这个静态文件目录也建出来啊 直接建一个静态文件目录 写上一个 static 然后static下面呢 加一个配置 static files 消限dils 等于一个列表 os.pass.join basedir 写上一个static啊 OK 这里面设置进的文件目录 对吧 下面呢 基本的配置就配置完了啊 这里面配置完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uils里面呢 写上去 哎 这边呢 现在就直接不要写abbs啊 直接写上一个他 uil 还是user.us 跟我们之前一样啊 直接呢 是我们的 哎 这个 用户 模块啊 用户模块 然后再往下 uil 啊 这里面呢 写一个 哎 goose啊 那你注意在这边呢 我们的首页呢 在我们的goose里面 那么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网站 你直接敲一个ip的时候 对吧 你啥不敲 你一回车就显示他的 首页啊 所以这一部分呢 这个goose呢 我们就直接呢 匹配一个 开头啊 直接呢 后面写上啊 incloud啊 写上 goose.us s啊 这是这个 商品 模块啊 商品模块啊 ok 那么你像这个 pb开头的话 我们就给他放到最后啊 放到最后 我们在这边呢 再加一个 uil 写上一个r 写上一个cut啊 代表是这个 购物车 哎 这里面写一个incloud啊 叫做cut 点uil s 这里面是这个 购物车 模块 然后uil 再来一个r 订单 我以order进行开头 斜杠 然后呢 写上一个incloud order.uil s 这个呢 是我们的 订单 模块啊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最后啊 那么我们说 你匹配uil的时候 它是不是从上到下来的 对吧 那么如果你匹配一个开头的话 你放在前面 它是不是就匹配成功了 匹配成功之后呢 它会先去你的 ghost urls里面搜索 搜索完之后 它再往下走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直接把它放到最后啊 给把它放到最后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啊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 你在页面上啊 你去 你去使用这个 ul地址的时候 你尽量呢 是使用这个反向 解析啊 反向解析 帮你动态的去生成这个 路径啊 所以在这个incloud里面 我们还要再指定这个 namespace啊 namespace 比如就叫做user 那么这个namespace呢 就叫做cut啊 namespace 这里面叫做cut啊 这个叫做order啊 namespace 叫做order 再往下这里面再来一个namespace 就叫做ghost啊 ghost OK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项目里面 url的配置 好 你把这些配置完成后 下面呢 把这文件呢 把它在每一个应用里面 都来一个拷贝份 好 拷贝份 然后呢 把这些删掉 好 删完之后 我们这里面呢 这个不要 然后呢 这个也不要 好 然后呢 我们是把上面这些 把上面这些给它删掉 删完 删完之后 下面呢 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拷贝份 放到其他三个应用里面啊 把这个来一个 这个里面沾一个 OK 那么这个里面沾一个 好 这个里面呢 也沾一个啊 也沾一个 OK 那么就把这 这里面的urls 是不是都有了 都有了 之后啊 下面呢 把我们刚刚的这个模型类呢 给大家拿过来啊 模型类给大家拿过来之前呢 我们说我们的模型类 继承的都是这个base model啊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建一下啊 新建一个 文件 Python package啊 我叫做db 在这个下方呢 我要新建一个 base model啊 新建一个base model 在这边我就进一个base model啊 base下滑线 model 点pv 然后呢 在这边我就可以新建一个类了 就是from我们的jango.db 然后呢 import这个models啊 定一个类 class叫做base model 继承于models 点model啊 它呢就是一个 模型抽象机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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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好 那么 反正做完之后呢 现在它里面我们要定义几个东西 对吧 create time 等于models 点data time 表达啊 models 点data time 表达啊 然后outil now ide 等于去 verbals name 等于 创建 时间 对吧 然后再往下 那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叫做 update time 也是models点 datetime field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参数啊 outil now 等于去 verbals name 等于这个 哎 更新时间啊 更新 时间 好 再往下 那么 意思 delete 对吧 delete啊 等于 models点 哎 balance field啊 default等于 false verbals name 等于这个 删除 标记 好 除此外 这个呢 是一个抽象的 机类啊 我们在这边 你要定一个 class mental 然后呢 abstract 等于 去啊 就指定 说明它是一个 抽象模型 类啊 说明 哎 是一个啊 抽象 模型类 OK 哎 这里面是建这个 bizmodel啊 把这bizmodel之后呢 下面我就把这个 类呢 给大家拿过来啊 在我们这个 里面 我把这个关了吗 啊 在这里啊 首先看一下user里面 user里面呢 我们说有这么几个东西 对吧 有这几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这里 直接拿过来啊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个bizmodel里面 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呢 我就直接拿过来 然后给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在这里面呢 你看到内里面这些东西啊 这个你必须要管它 我就直接先删掉啊 等我们讲到之后再说 然后呢 把这个我们用不到的 我们就先删了啊 这个这俩也删掉 那么在这里面 首先这里面是导入这个bizmodel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你注意导入这个 从这个os啊 也就是验证的这个模块里面 model里面 导入这个obstract的油打 去继承它的一些类属性 对吧 这是它啊 那么 好 把这个继承按照呢 下面是这个address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址的模型里啊 这是这里啊 然后呢 再往下goose里面的这个model这边 我们要把它拿过来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goose啊 在我们的goose 这个model是这边啊 goosemodel这边 那么这里面呢 是它的这个类啊 好 找到这个goose 然后呢 把这些拿过来 这些拿过来之后呢 你注意我们这边的吧 首先呢 这里这些类里面东西 我们都给大家说了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你注意这个tdmce 对吧 我们需要引入这个 副文本的类型 所以呢 我们需要去加一个 配置啊 在这里面 还是我们刚刚讲的tdmce 然后呢 这里面写上一个 副文本 编辑 器啊 然后把它拿过来之后呢 下面呢 你还要去做一个配置啊 这个配置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 拿过来啊 拿过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settings里面啊 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副文本的一个配置啊 副文本 编辑器 它的一个配置啊 OK 那么再往下呢 这里面 在这里面加一个 UIL 写上面吗 UIL啊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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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这个订单这里面有这个order 在这里面拿过来放到我们的order的models里面 order model里面 OK 那么这个东西看到我们order model里面把order info 那么这里面 把这个拿过来 我看一下这个故事里面 我以为没有上 故事上了 OK 那么这个order这边 首先在这里面 我们这些东西没写 我们给它加一下 首先加这个verbalsname等于这个订单 我就直接写一个订单 那么这个verbalsnameplug 它对等于verbalsname 等于这个verbalsname 然后往下面这些直接把它拿过来 放到我们这边 这里面叫做订单商品 OK 订单商品 然后把这些写完之后 下面我们这个lay就写完了 我们这个lay就写完了 OK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模型类的这些部分 对吧 模型的这些部分 那么把这个模型类的部分做完之后 我们要使用将购内置的认证系统 你注意 那么找到我们的这个 order这边models 我们要使用将购内置的认证系统 那么你在拿到这个东西之前 就是你再去生成迁移文件 你迁移 你迁移之前 你一定要去在你的配置文件里面去加一个配置项 那么这个配置项我就加在这边 它就叫做 order user model 你指定你这个认证系统所使用的模型类是谁 我们现在要使用的是 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在这边你需要去写上应用名点 类名 好 这里面 那么这里面就是 将过 那么认证系统 认证系统使用的模型类 你要在这边通过它来指定 你如果不指定这个东西的话 你迁移都 你生成迁移文件 你迁移就会报错 这个一定要指定 那么这个指定就有什么作用呢 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说 我们去python 对吧 python manager py叫做credit superuser 对吧 它这个信息呢 其实它还是给你加到一个表里面 对吧 它还是给你加到这个表里面 那这个表叫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表在哪呢 你比如说 在这边 直接在这边 shall tables shall tables 我们use 这是我们的test2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你注意有一个表 叫做other other 这个呢 就是它使用 它有一个默认的 otherotherothermodel 它有一个默认的 otherotherothermodel 你如果不指定 这个otherothermodel的话 它就使用它默认的 那个模型类 帮你呢 去生成对应的表 那么你通过这个 manager create super user 创建的这些东西呢 它就都放在这个表里面 那么这个表呢 叫做otheruser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select 新 from我们的 ok 你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有个 我们刚创建的这个admin 看一下 dse看下它表结吧 dse写上一个 otherotherother 那么它里面有这些东西 你看到我们看几个关键的地方 username 然后呢 这个password 对吧 还有这个email 然后呢 还有这个exactive 这个就是激活的标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E super E super如果为 true的话 如果为一的话 就代表它是一个超级管理员 那么还有一个叫E staff 这个如果它为真的话 就代表它是一个普通的用户 它是一个普通的用户 所以你在这边看到权限 其实有两个位置 这是它默认这个类里面写的 那么我们自己去试试 All the user model的一个目的是干嘛 就是替换它那个默认的认证模型类 就是在我们去生成表的时候 不再去生成这个All the user这个表 这个All the user这个表就不再生成了 而是生成我们这个模型类对应的表 那么之后的话 你去使用这个Pathetic Manager API 你去create a super user的时候 它是加到哪里呢 它就加到这个user对应的表里面 对应的表里面 这就是我们替换它 默认的这个模型类 user点useruser useruser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 你注意你拿到之后 你一定要在这个迁移 生成迁移文件之前 把这一句加上 否则你就会出错 你就会出错 那么我把这个加完之后 现在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 这个框架的一个搭建 基本上就结束了 基本就结束了 我把这些该件的都建好了 把这些该件都建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跑一下 那你注意在我跑一下之前 我连接的这个数据库 它叫做daily flash 对吧 其实我的daily flash里面 这些我的daily flash里面 我这些模型类对应的表 已经都有了 所以我不需要再去迁移 不需要再迁移 那么我们给大家启动一下 直接python manager ps数一个 run server run server OK那么这里面进入虚拟环境 这个措施没进入虚拟环境 进入虚拟环境 work on 写上一个daily fresh 然后启动 那么启动的时候 这里面出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少了一个 在这个里面没加这个东西 在这里面加上 然后写上 import pymasko 然后pymasko.isada 加上啊 这样之后再去启动啊 先清一下这个屏 然后呢去启动这个东西 那么你注意啊 这边在启动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意思啊 这边在启动的时候呢 这边出了一个错啊 这边出了一个错 那么这个错是啥呢 看到啊 就是说你这个user啊 你这个 你指定的这个 你指定的这个 认证系统的这个用户模型类呢 他没有一个 迁移文件啊 他会给你报这样一个错误 那么其实呢 他默认的那个认证的模型类啊 他已经有了一个迁移文件 叫001 他这里面他也希望你去有 但你没有 他就给你报这样一个 东西啊 所以这部分怎么做啊 直接呢 生成一下啊 全部生成一下 迁移文件 直接我们在这边 python managerpymasko magrations啊 magrations 好 我把这些是不是都建完了 对吧 那么我这个用户的model 是不是也有了 对吧 有了之后啊 下面呢 你再去执行啊 清下评 python managerpymasko 一个run so啊 那么这里面给你 报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这样东西你不要管 你不用管它啊 这个我的表里面表都有了啊 我的表都有了 是不是跑起来了 对吧 他就跑起来了 那么你们之后呢 再去拿到这个 框架代码之前 这个迁移文件呢 他是他都有了 对吧 迁移文件都有了啊 已经都生成了 我会把这个代码呢 放在我们的今天代码里面发给大家 你拿到之后你要干嘛啊 直接migrate 先把你的数据库建好 然后呢 直接migrate 把你这个表呢 生成啊 之后你就不用管它了啊 我们直接通过 哎 模型类去操作就行了啊 直接去写这个代码啊 OK 那么 这是他啊 那么你拿到之后 你就直接做迁移 另外一方面呢 你在迁移之前 你把你 你把这个数据库 改掉啊 你把这个数据改掉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中呢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个daily flash里面这些表 在生成之后啊 在哪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use daily flash啊 daily flash 哎 这是我之前生成的啊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个shall tables啊 那么shalltables之后 那么你在我们这里面 你去看这些表 对吧 df user dfgoose dfaddress 对吧 还有这个gooseimagic goosesq goosetype啊 index banner promotion typegoose啊 然后 这些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里面的 这些表 对吧 这些表之外呢 你注意啊 除了这些表之外 你看到这里面 otheruser有没有 otheruser还有没有 没有了对吧 因为我们默认的类 已经把它替换掉了 他就不会把那个类 再生成表了啊 那么看到我们这个dfuser 对吧 dfuser里面有哪些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啊 descdf yoda 点开之后 看到 这些内容 yoda name 对吧 哎 密码啊 然后呢 email 对吧 exactive 对吧 然后呢 exuper或者exstaff啊 这里面是我们刚给大家看到的 我们的otheruser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些东西 对吧 然后呢 下面这三个是我们自己加的 create time update time 还有estate 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表啊 这有我们这个表 哎 这是我们自己呢 去使用的这个表啊 OK 哎 这是这个dfu的啊 好 那么这个呢 哎 就是我们这个框架啊 它的一个搭建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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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